倒入一包这个调制好的酸辣汤调料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 自己在家做干净的味食葱姜蒜炒香 一包扫好味的麻婆豆腐酱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 被两条腿一勺盐局 一大碗开水 然后放过凉水 再对半撕开方 煮至能用筷子轻松插进去即可捞出激发香味 好吃的关键是 胸肉加葱姜 料酒 一勺生粉 二二凉腌料 一个鸡蛋 抓匀腌成 六成油温下锅炸三分钟 酥脆可口 老公的孩子吃得特别开心 全身四半按摩腌制半小时 用牙签固定 再上锅这 先搅拌均匀 再小火熬至这种粘稠状态 倒入碗里冷藏凝固 一下蛋液 再均匀裹上面包汤 像六成油温下锅 小火炸至外壳酥碎就可以吃了 然后加一包盐菊粉 两圈花生油 全身按摩腌制30分钟 电饭锅里铺葱姜 放入腌好的鸡鸡 倒入腌料汁 按煮饭煎煮30分钟 放红糖 白稀米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 煮30分钟焖20分钟 红糖 锅中刷油 倒入面糊